这是一场民间重量级全赛 这场比赛看似很普通 但在外网上却获得了数千万的观看量 直到看完之后我才发现 哦 原来如此 看得出来光头选手虽然块头很大 但打得却很不专业 尤其是速度和灵活性完全不如对方 而对面的小黑灵活性和移动能力显著 他打完一套之后光头根本来不及反击 光头的胳膊举得很高 这个报价对他来说或许能够更快速的出拳 其实这是大多数新手都存在了一个错误认知 事实上胳膊举得越高出拳速度会越慢 光头看起来不仅慢 而且显得很笨拙 对比之下对面的小黑显得非常灵活 光头由于老是打不中对手 此时他有点急了 继续胡乱出拳 但这命中率仍然令人堪忧 小黑显得游刃有余 不知不觉光头已经被点得流鼻血了 他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认真 小黑又一记后手全命中 来自光头的后手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他压得越来越紧 小黑甚至在光头的进攻范围内打出了一波连击 而光头仍然是连对方的一根毛都没碰到 接下来比赛来到第二局 开打之前光头给出了邪魅一笑 但他又迅速收起了笑脸 立马变得认真起来 这一局光头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和脚步移动 不断的小碎步移动加前手刺拳 好了这时候关键时刻来了 突然间双方相视一笑 这一笑完了 小黑完了 这一笑加上此前的巨大优势 导致他在防守方面放松了警惕 正所谓大义师金舟 只能怪小黑没把握住心态 心态这玩意儿对大多数人来说 确实不好把握 对大多数人来说